全球舆论大动态 香港文汇报关注到六中全会 今天开幕了应对变局迎接挑战 那么北京专家也认为 总结中共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是出于三个需要的考虑 那一个就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在号国家新征程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那二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 那三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 拥保党的生机活力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继续奋斗的需要 由此可见 这次六中全会内容非常重要 再来关注香港的经济日报以及新华社 六中全会今天开始就召开了 新华社总结习近平的政绩就是这一篇特稿 尤其提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世界感召力 再来关注香港大公报 英国学者也是在谈到这次六中全会的时候 他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开辟了合作共赢的发展心路 的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中国呢一直是在实践着 再来关注北京日报以及明报这个新闻呢 我想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非常振奋人心 那就是神舟13号的成组 有一些新的动作 那既有是首次演练紧急撤离 也有太空人出舱 为什么要演练紧急撤离呢 说实话太空环境是非常复杂 尤其呢这个核心舱很容易遇到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在太空垃圾是越来越多了 那万一被撞了怎么样 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 这样一旦有事呢 咱们才能有个万全之策来应对 再来关注美国之音以及香港的信报 这是关于中国的经济 毕竟呢全球经济现在看中国 所以中国经济有怎么样的走向 外界都很关注啊 中国10月份的时候出口 继续超预期增长了27.1% 那尤其里面啊 这顺差达到了845亿美元 近一半都是来自美国 所以虽然美国非常想和中国各种脱钩 但数据显示啊 中美脱钩的确是不现实的 不可能的 台湾方面啊 中国时报说 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扩大了 说实话 这也是民进党一直都很不愿承认的 很不想说的一个秘密 那么扩大了有多少呢 前10月进出口年增 也是27.8% 达到1394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顺差 再来关注香港的信报 中国连续荣获什么的 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并且这还有一个背景条件 那就是其实全球外资的流动 因为全球疫情 因为全球这个产业链供应链 现在都还有一些不正常 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国又是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这个成绩不错的 那发展中国家来说呢 中国还是第一名 看中国吸收外资在全球所占的比例 也大幅提高了 说明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信报 我们都知道啊 2022年元旦的时候呢 这个RCEP就开始生效了 现在各部门已经准备就绪 海关已经完成了系统升级 只待着1月1号一到啊 中国呢就开始有动作了 马上就要减关税 第一步呢是九成的货物都免税 再往后走的话呢 更多的这个税务都要减下来 还有其实有个意义啊 就是中国加入RCEP之后呢 下一步啊就要考虑和日本啊 韩国呢都单独谈起来 这个自贸区 再来看香港的信报 以及美国的世界日报 哎 这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中国大陆国台办 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他是把一些顽固的台独分子 列入了清单 禁止哈 他们今后和中国大陆之间 有很多的动作 吴钊燮 苏贞昌 游锡坤 这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在台独方面 他们是上蹿下跳呀 结果怎么样呢 现在上了清单之后的最大的目的呢 是要切断他们幕后的金主 因为有些人啊 他就是什么 两面人 一边呢 你看看啊 是跟中国大陆做着生意 他知道这个市场非常的重要 他要赚着钱 另外呢 拿这些钱就干嘛 去分裂中国 去搞台独 所以这种人太讨厌了 太反感了 而且把他们放上黑名单 这只是第一步 可不是最后一步啊 再来关注青天盟 以及台湾方面啊 中国时报 那昨天是 习马会的六周年 马英九 他有一个呼吁 他说两岸领导人 应该是谋合必战 呼吁民进党当局 回到九二共识 马英九还说啊 现在呢 台湾被什么呀 被英国很著名的一个月刊 经济学人评为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他说六年 当年啊 这六年前是没有这样的 那个时候没有谁觉得 两岸会开战 那为什么在民进党制下 两岸关系就走到这个地步了 那就是这个核心啊 民进党要抛弃 九二共识嘛 再来看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啊 现在路透社呢 在推测台海冲突的六情景 当然这是个理论上的情景 是什么呀 首先封锁马祖 第二占领金门 再有周边阻绝 然后全面封锁 还有无预警的空袭 以及全面攻台 反正现在不少的外国的智库啊 外国的媒体啊 都在各种想象 当台海两岸出事 会怎么样 这心操的实在是够远的 他们也是够闲的啊 再来看一下台湾九十报等媒体 你看看 我就说了吗 他们闲吧 日本政府现在正在模拟台湾有事的情况 而且日本政府说呢 他们和台湾之间是没有什么盟友关系的 所以当台湾有事的时候 他们怎么办啊 产经新闻正在思考这个跟他们没什么关系的问题 好 更多消息 进入今天的中华速报 立东了 大家都觉得冷吧 你看现在香港的经济日报以及信报都在关注寒潮来袭 那么官方就说了 民生用电用器都没有障碍 大家不要紧张 这个冬天不会太冷 再来看路透社以及香港信报 中国打算202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要下降18% 并且有序推广清洁能源汽车 再来关注人民网以及台湾的旺报啊 最近内地的疫情有点让我们担心 但是有现在向好的趋势啊 你比如说那蒙古本土已经变零了 所以疫情的总体是趋缓的 香港离以及香港的经济日报在关注到的就是 香港和内地通关也是大家一直都很牵挂的事情 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具体的一个日期 只说12月的时候小通关啊 而且是要逐步有序 广东省先行也有前提条件 一旦有哪怕一宗本土确诊就立即熔断 最开始的时候每天是1000名配额 再来关注澎湃以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之前我们就知道了 美国希望三星啊台积电啊 统统交出他们一些客户的啊 这个供应链的信息 现在台积电已经交了 但是他强调不包括客户特定数据 最后究竟给什么呀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星岛日报大公报则关注到的是 哎是年轻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消息 那就是中国电竞战队 在这个英雄联盟里面夺冠了 这也挺不容易的 是战胜了韩国队 现在这个电竞不仅是一种游戏 它也是一种产业 而且也是一个很正式的体育项目了 比赛项目 中国新闻网以及大公网都在关注 2021中国航空产业大会 济南长飞行大会开幕了 场景一定很帅 进入今天的大千世界 欢迎回来 一起进入今天的国际聚焦 来了解国际方面的大事 美国华尔街日报 香港新报都在关注啊 美国审计新规年底又要推出了 那么如果不符合他们这些新的规定 中概股很可能要面临出牌 这是涉及到270间中国企业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美国打压当地中国企业的动作 又进一步的推陈出新了 而且我们相信之后 它还有各种的这种招数啊 再来看俄罗斯卫星网等媒体都在关注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有一个新的表态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而寻求共存的有利条件 如果这话的说了之后美国政府真的能够做到 我觉得对中美关系以及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毕竟呢 哎美国承认 他曾经是准备啊 把这个中国的道路给改变的 他对中国的制度种种不满 既然现在要改变做法了 寻求共存 太平洋那么宽 容得下中美两国 但关键还是他怎么做 而不是怎么说 再来看一下香港01以及德黑兰日报都在关注 中国外长王毅和伊朗外长通电话 关注到什么 11月底的时候 伊朗呢又要重新谈这个 就是重返伊核条约 现在啊 美国是不是应该先纠正和协议问题呢 因为是你美国单方面先退出的 所以呢 中国外长有这样的一个提醒 美国看看你怎么办吧 怎么行动 半导电视台以及香港信报都关注啊 这也的确是一个大事 也是个坏消息 伊拉克总理总理府啊 遭到了无人机的暗杀 那显然目标就是冲着总理去的 还幸好他躲过了一截 但是呢 官邸被撞有损失啊 而且七名保镖都受伤了 现在巴格达进入了紧急状态 这个事情的发生呢 其实跟前段时间哈 伊拉克刚刚举行 议会选举有关系 那其实在美国啊干涉伊拉克内政的那些年 这伊拉克的各种选举制度 它也是变来变去 但是频繁改变的一个制度呢 让伊拉克的百姓对选举更没有信心了 而且呢 前段时间伊拉克也是各种游行 他们这游行之后 往往会伴随着一些恐怖袭击 或者其他的不好的事情 所以现在俄罗斯微信网就说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刺杀伊拉克总理 也发表了评论 香港的《大公报》关注伊拉克新政府呢 有可能今后对美国的态度和政策 就是更加强硬 现在这个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随着美国对伊拉克内政益干涉之后 他是想植入美国民主 但显然是失败了 就让伊拉克非常之乱 今后呢 很有可能哈 这个伊拉克的新政府呢 它里面有一个人萨德尔和伊朗 保持着很良好的关系 这样的一些新的面孔 出现在伊拉克政府里 恐怕今后伊拉克和美国的关系 更加复杂 香港的经济日报 CNN以及华盛顿邮报 都在关注拜登 好不容易有一个挺让他开心的事了 那就是美国通过了 万亿美元基建的项目 哎呀 之前拜登是各种方法去推 甚至呢 为了在国会拿到支持票呢 他都推迟了去欧洲的一个行程 但是四大评级机构之一啊 目的说影响是正面的 但是影响是很小的 似乎影响每年美国的GDP 只有0.03%左右 再来关注英国的金融时报 以及香港的信报呢 都提哈 你看拜登难得 哎有那么一点好成绩 为什么眼下这个好成绩特别重要 前几天美国各州不是选举吗 你想想福吉尼亚州啊 这民主党输得还是很惨的 现在好吧 总算是能够弥补一点拜登的面子 但是明年的中期选举 还是有隐忧的 你比方说现在美国外交啊 包括欧洲包括其他国家 还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再有就是这个特朗普啊 他是不会轻易啊 把未来的机会给民主党的 文汇报 明报的香港媒体都在关注 现在英国突破性的感染急增了 然后呢就发现 家长是高危人群 因为没有打针的这孩子们 成了一个传播员 哎呀所以呢 现在怎么办呢 一个是给更年龄小的啊 比如孩子们这个针打起来 家长尤其是这个家里有孩子的家长 是不是考虑啊 补重一针呢 看看大公报以及新早日报 也是和打针有关的事情 这就是美国 美国有几千名情报人员 因为没有接种疫苗 有可能会被炒哎 然后因为有强制令嘛 但是这个事情呢 也引发了质疑 因为拜登曾经说哈 企业你只要有一百名以上的雇员 你就必须啊 在一个日期之前 所有人都要去接种 现在美国法院说了 临时禁令啊 拜登你这样的一个提法 本身是可能违法的 所以呢 不能强行让这些人去打疫苗 新早日报以及文汇报 这是香港的媒体 关注到美国的事 美国今天向33国都打开了大门了 所以呢 大批旅客是抢着入境 因为美国这国门关了 有18个月之久了 所以现在只要你打过疫苗 然后呢 你有阴性的核酸检测证明 你就进美国免隔离 包括中国旅客在内也可以 文汇报以及香港01 关注到的同样和疫情有关啊 是好消息哦 现在我们除了有疫苗 我们还有什么呢 新冠口服药 先是墨沙东 后是辉瑞 都说他们的药能够减少住院率50% 然后辉瑞说有90%之高呢 但专家提示说 哎 现在这个口服药是不能取代疫苗的 该打疫苗 打疫苗 该戴口罩 戴口罩 好 更多消息进入国际速报 东森新闻云 英国路透社关注 塔利班组合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布局 44名成员担任药职 香港01信报等媒体关注朝鲜官媒报道 炮兵射击赛 其实以前类似这种金正恩没有出席的场合呢 朝鲜媒体很少报道 为什么这次报很可能呢 就是向韩国美国发出一个低强度的警告 香港01以及共同社哈 日本现在表示朝鲜战争中战宣言为时尚早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美日韩虽然在商讨这个中战宣言 但是三国的立场有分歧 德国之声等媒体关注 德国企业呢 有可能再向中国供应动52D这个战舰的引擎 说什么呀 说这个中国拿了一个军民两用的证 所以没有受到管制 新闻等媒体关注 美国遭遇过这样的一个事啊 就是有人要把无人机给它改装之后 攻击美国的变电站 后来呢 事情是没成 但这个趋势还是很令人担忧的 再来关注纽约邮报 半岛电视台 以及世界日报 美国德州 休斯顿音乐节 财踏 巴斯好像有300多伤 这也是近年最惨的一个世界 那我们在这个娱乐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了安全第一 当然这个事情背后好像也有点诡异 再来看联合情文网以及CNN都关注 以色列拒绝美国在耶路撒冷恢复领事馆 因为这个领事馆是专门为巴勒斯坦人服务的 再来看信报等媒体 塞拉利昂运油车爆炸了108人死亡 好恐怖 再来看东森新闻云等媒体 法国明年总统大选民调显示 马克龙要对决极右派的民嘴 文汇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 在疫情之下 圣诞节也快来了 但是英国的日子不好过 英国基层温饱两无着落 很多人是求助食物银行过冬 并且这里面一个是年轻人的数量增加了 再有呢 原来有一些恨不得能成为中产的人 现在也很惨了 所以英国政府怎么办呢 这个拖欧拖的 有一些老百姓就后悔了 再来看联合新闻网等媒体都在关注 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叛军 威胁进攻首都 万人集会挺现在的总理 再来看香港大公报 关于军事方面 俄罗斯又有一个突破 前射告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又成功了 那么告石呢 可以穿透世界上所有西方国家的一个防御体系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 它是一把利剑 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非常紧张的 好 最后的时间呢 留给今天那个重大新闻 就是哈 我们的航天员又有成就 并且这次呢 中国有第一位女航天员已经出舱了 好 进入今天的交点评论 一起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媒体 关于这个重大事件的报道 因为这真的是航天史上 也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一步 所以香港媒体 文汇报 新岛日报 以及大公报呢 都有报道 中国首位女太空人出舱 王亚平创造了航天的历史 这个王亚平确实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 她女性 我想虽然我们都是讲男女平等的 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大事来印证这一点 而且女性进入太空呢 应该说哈 也是给航天业的发展的带来一些推动力 你比方说哈 这个女性她进入太空之后 因为女性和男性航天员 她们无论是生理结构 还是这个心理结构 其实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后勤补给方面 航天后勤部门 你得多做努力了 比方说这次王亚平就带去了很多的护肤品 这可不是说为了她更美 而是为了科研全面性 再有就是王亚平她可以担任很多的职务 因为她是一个女性 她更细腻 她更能够让这个团队和睦 她也能够做一些男航天员可能不那么擅长的事 比方说王亚平就变身发型师了 帮另外两位航天员剪头发 是不是想都没想到 以前现在在天上都可以剪头发了 所以中国女性太空这一步 真的是意义非常盛大 那我刚才就提到了 你看啊 女航天员要上天之后呢 后勤部门 你得准备更多有用的东西给她 这第一步我们是在太空做科研做试验 这样呢男女都有了 然后呢试验就更加全面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呀 是下一步 你想我们研究太空 最终我们是希望呢 在地球之外 人类还要找到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 对不对 或者不是一个是多个 那就是太空 那么最终要进入太空的 也包括我们女性 是吧 所以这样是为今后人类的太空生活呢 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实在的基础 那还有一点 其实啊这个女性她身体虽然说某种意义上讲的不像男性那么强大 可是啊女性更适合这种微重力的空间环境 所以呢女性上太空呢 我们也有一些先天优势 那要说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啊 这是前苏联的宇航员瓦联金的 那可早了 那是1963年6月16号 那当时为什么苏联要派一位女士上天呢 那还是想想啊 那个时候是苏联和美国的冷战 两个国家在各个领域呢 都是一种拼抢 我们也知道呢 苏联首先啊 是这个世界上 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加加林 她就进入了太空 那美国肯定是很不服气 所以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 美苏就想着哈 这个怎么样在女宇航员方面再争一个高下 那美国一开始呢 上世纪60年代都有让女宇航员进入太空的一些计划 但是后来呢 就有一些医疗部门发现说 各种实验显示说 女性的身体呢 在那个飞行器的情况之下 可能不太适合进入太空 会有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或者威胁 那美国就停下了这个实验 哎 当时啊 这个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一看 机会来了 苏联继续要搞这样的一个事业 为的就是再赢美国一把 所以呢 最后瓦林金纳是进入了太空 那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女宇航员 而且这个贺鲁晓夫啊 有一张照片 当年是特别流行 就是他一边啊 举着这个瓦林金纳的手 另外一边呢 也是在太空里停留时间最长的 同样也是一个苏联宇航员的手 两个人举在那 这就是意味着 由始料证明 苏联在冷战期间 在这个航空航天比拼方面呢 是赢了美国 不止一次 哎呀 让赫鲁晓夫面子上是特别偶光 其实啊 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史料 这个瓦林金纳第一次在落地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顺利啊 他其实是已经被撞昏了 还好 撞昏了之后呢 大家是把他救活了 叫醒了 但他的状态呢 根本不是照片上显示的那样神采意义 而是第二天 等他状态好了之后 哎 苏联方面呢 给他进行了化妆 给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打扮 然后再去拍这张很有历史性的 很有新闻价值的一张照片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作假 但的的确确呢 是有一些美化的嫌疑 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哈 美苏之间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苏联也非常需要有一些自己呢 杰足先登的事儿 让整个国民也好啊 世界也好呢 都高看苏联一眼 不过那已经是属于过去的那个年代 现在呢 人类应该是可以分享很多高薪技术 然后我们共同和平利用太空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会 我们明天再会